大家好我是三丈狗哥 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玩好卡芬妮這隻英雄 那先來教大家卡芬妮的奧義 我是帶來十暴走、十龍爪、七精靈、三奪萃 我大顆的上面那排就是綠色的 然後第一顆小顆的是暗中商人、自然恩賜 跟叢林遊俠 然後下面藍色的就是強化恢復、掌精獵人 接下來教大家裝備的部分 卡芬妮的話 第一個就是先出鞋子 聖騎士、戰靴、聖劍、自血弓、生蟲之刃、炎怒之爪 最後一件就是復活獎 這個是比較前面的 復活獎就是可以保命 接下來要進遊戲教大家如何玩卡芬妮 然後這時候機關槍嘛 那你們就追著他打 然後射他 他就開砲 然後射他一下再射他一下 他射手跑掉的時候你就開大 這樣是卡芬妮最大的輸出模式 就是你射到你砲射不到的地方 你就是直接開大搜他 然後前面就是用機關槍先射他這樣 卡芬妮的技巧其實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進遊戲了 因為射手就兩個重要的點嘛 一個是發育一個是站位 結果發育就是你前面對線的發育期你要夠穩定 然後後面的會戰期站位要夠小心 才能夠當一個好的射手 通常大部分射手都是這樣玩 就是發育持兵然後站位然後舒服這樣 因為我帶的是提米 像剛剛他們一等的時候就跑三人線嘛 那我就帶著提米先把我這條線清掉 然後這時候看到對面拉茲幫們的中路殺了 就來支援看能不能收到頭 那他這時候把拉茲收了就是自己也死了 對那沒關係 因為有收到頭我是賺的 前面射手跟對面換也是賺的 然後一樣回到線上 就是隊友在打的時候你不要一直跟著去打 這遊戲就是你要能發育就發育 因為你一直打不必要的徽戰 你會讓自己的經濟落後 前面就是要小心 因為大多現在的打法就是 打野會往魔龍路這裡靠 就是通常1分30的那一波 就是會有打野跟中路還有輔助在這條線 像是這遊戲的版本趨勢 就是大多數人都是這樣打 然後卡芬妮因為很早的第二件裝就有視線夠了嘛 那你就可以一直賴在線上 或者是吃野怪回血 你就不用再回家了 除非你的血真的很低啊 太危險的情況下就是還是要回顧 不然其實通常我都會在線上 或者是野區域吸血 然後吸到滿血再出來打這樣 好像這時候我看到龍馬把他們兩個都打散 然後 因為沒有看到緊跟著那個超人手嘛 那我就判斷他在草頭 直接往草頭捨一個打這樣 然後這時候超人開集中砲 就把他追死 因為他這個是死定的 然後就給隊友去推凱撒路那條線 然後這時候推中路高地打 因為對面對面剩三隻 所以我們就直接按四血攻 然後把對面射爆這樣就可以 因為後期他們其實扛不太住卡芬妮的傷害 然後就這樣點珠寶拿下這一場 以上就是我的卡芬妮教學 如果喜歡我的教學的話 請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如果粉絲們還想要我 教學哪隻角色的話 請在下方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我是閃電郎狗哥 掰掰